Hello 大家好 我是King 最近我手上有一部挺有趣的手機 當然既然有手機起手 我當然要試一試這個拍照 在講拍照之前 我都要賺一賺這部手機 首先講一講這部是什麼手機 這部就是HTCU Ultra 有東西要賺的 就是賺這個背部 為什麼呢? 因為在很多手機裡 這部背部是我覺得 弄得差不多最漂亮的 也可以用經驗來形容 誇張一點 我覺得它是美得不浮誇 所以這部手機真的做得不錯 所以值得賺一賺 讚完手機外殼 正式講一下拍照 其實手機對我來說 部背部差不多了 老實講一句 我意思是在打電話、打機 或者上網分享上 其實對我來說 我用了很多部手機 用了不同類型的手機 其實用了差不多 反而我當然追求 當然是在拍照方面 這個手機拍照方面有什麼好呢? 其實它是用了跟Google Pixel 一模一樣的CMOS 所以其實在畫質方面 因為它的CMOS比較大一點 它的光圈也有1.8光圈 所以拍照應該 就是在手機裡 算是數一數二好 因為這個原因 我也想試一試 拍照是否這麼好呢? 我在試相機 我這次用了三方面去試 第一方面就是日光 拍環境、拍風景的情況之下 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第二就是 通常很多人都會拍的 你知道現在拿著手機拍什麼 是拍食物的 拍一些小品的東西 第二就是試一些小品、食物的東西 第三最重要的是夜景 因為現在如果夜景拍得不漂亮 我覺得這部手機就很難生存到 所以我就分了這三方面去試 首先我會先看看日光風景相方面 現在說拍照 其實不用看我的樣子那麼大 先縮小自己 你們應該開始看到這些照片 現在首先在展示一些日光相片給大家看看 我用這部HTCU Ultra的時候 在一天早上拍照 我覺得對焦都很快 對焦的情況都準 不會突然很明顯走焦的情況出現 加上它因為有防手震 有防手震 有大光圈 在夠光的情況之下 其實拍照是很Sharp 很漂亮的 當然了 我覺得有一點微焦 它跟Google Pixel一樣 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拍出來的顏色就淡了一點 不過日光之下會好一點 顏色都夠濃 夠鮮艷 顏色準也很好 白平衡方面也做得很好 所以如果這個日光相片 其實這一部機 當然我會這樣比較 它的對焦不算是這麼多部旗艦機裡面最快 畫質也不至於最好 不過它是絕對勝任到旗艦機 它應該有的質素 所以你看到日光相片 那些相片的顏色會很自然 拍出來會很舒服 我覺得絕對是有旗艦機的質素 接著就輪到Share下一些 關於拍攝小品物 食物 精品的照片 大家都明白 身處在這個年代 如果你看到一些漂亮的東西 你看到一些漂亮的食物 你不拍張相片打卡 當然是對不起自己 萬一你拍得不好 你去到一間高級餐廳 別人會去墨技去KFC 吃一些便宜餐 這樣就不值得 所以一部手機拍攝小品 拍攝食物漂亮也很重要 這部機拍攝室內的情況 對焦相對室外是慢了一點 但是有一點好 因為這部機 其實它是用相對大的SIMOS 光圈夠大 其實我會覺得拍出來 效果的立體感很重 景深相對都是淺 都夠淺的 那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們經常說 如果相機的SIMOS是越大 加上大光圈 其實可以做到一個比較淺景深的效果 這樣會比較重 這部機的確定能做到這個效果 但有一點點 我覺得未夠的 如果HTC下部機 可以做得更加好 那就最好了 如果這部機的最近對焦 可以再近一點 其實我覺得會更加好 唯獨可惜就是 最近對焦相對焦相差一點 很多時候我想拍近一點 但又真的拍不到 變成照片真的歪了一點 我希望下一部機 可以做到再近一點對焦 那就更加好 還有有時候 拍攝小昏夜 它的對焦是夠快的 夠準的 但因為我有時候對焦太近 會拍得不清楚 拍它對不到焦 所以我很多時候會開了一個 用手動對焦 把對焦拉到最近 然後我放進去拍 相對會比較方便 要不然 放到最近 對焦對不到焦 大家都以為手機滑了 其實不是的 這個小小的技巧 大家可以小心一點 留意一下 試一下用一下 變成散距了很多 又要對焦 又要找來找去 對焦對不到的情況 最後就分享一下 夜景相片給大家看 大家可能都明白 用手機的夜景 都會擔心會有不夠光的情況 不夠細節的情況 將相片不夠銷的情況出現 這部HTCU Ultra 拍攝夜景 的確有它的優勢 為什麼呢 首先要說一下 它在用一個相對大的CMOS 它有1200萬像素 加上它的大CMOS 我們就可以令到它拍照更加Sharp 而且相對地 因為它的像素不算很高 加上大CMOS 就令到它可以用一個較高的ISO 把照相片更清晰 我們經常都說 大CMOS拍照出來 畫質會更好 其次就是它的1.8大光圈 1.8大光圈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們會拍照 可以更多光 所以照片可以用較快的畫面 去拍照也夠光 免缺害怕手震的情況 第三樣東西 就是光學防手震 聽說這部HTCU Ultra 光學防手震做得很好 光學防手震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令到你在拍照 定的東西 拿著一部機 拍照也清晰一點 就算用較慢的畫面 拍照也可以較清晰 因為它用較慢的畫面 變相可以用一個較低的ISO 拍一張較高的照片 當然我之前和朋友分享過了 就是有防手震不代表拍攝 動機的照片也會更清晰 這個東西有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經試過挑戰這部HTCU Ultra 究竟我用幾萬的畫面 我最慢的畫面可以用到幾萬 但我的照片也清晰 我試過最慢最慢用多少 就是二分之一秒的畫面 都可以拍一張很銳利的照片 接下來這幾張就有一些二分之一秒畫面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拉光的情況 會看到一些景清 一些人在動的情況 甚至乎一張很清晰的照片 沒有什麼特別效果 但拍出來 因為它可以用較慢畫面 可以用較低ISO 變成夜景相片的質素 和細節都很足 這東西令到我很驚喜 我都會覺得 沒有想過原來現在手機拍夜景 都可以出來一個效果這麼好 我覺得這部HTCU Ultra這三樣優勢 是會造就到這部手機拍照 是特別漂亮特別清晰的 夜景就是這些優勢 不過也有一樣普遍旗艦手機 都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夜景相對對焦 對長時間少少少的 大家如果在這方面覺得 都是差一點點的話 可以開啟相機的專業模式 去手動對焦距離 然後拍照 拍夜景 那就方便很多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用專業模式 好像我這樣 試試不同的畫模速度 試試不同的對焦距離 去做不同的拍照效果 可能會令你覺得 用這部手機拍照更加好玩 質素更加高 總括而言 這部HTCU Ultra 在功能方面 畫質方面 以及眼鏡方面 都做得很平衡 很平均 尤其是它試用到它的大光圈 大絲無視 以及光學防手震 我們很簡單拍照 都可以出來的效果非常好 大家都可以有機會試試這部手機 究竟喜不喜歡這部手機 可以拍出來的照片質素 最後呢 我就說多一點點 大家可能會問一個問題 究竟我這支照片有沒有撿過呢 其實這支照片 我是有簡單調整過的 當然了 我的做法 都是手機拍照 我不會用電腦調整 我會很簡單在手機上調整 調整一點光暗 調整一點顏色 給大家看 大家也可以做個參考 如果大家覺得我有調整的照片 挺漂亮的 有興趣 想知道我怎樣撿照 你留言 我下次聽會不會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怎樣在手機上 很簡單 令到你的照片出來的效果 再好一點 好了 今天先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於HTCU Ultra 這部手機拍照方面 有什麼疑問 或者對於拍照 和撿照方面有什麼疑問 大家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一有時間就會回覆大家 還有記住一件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將來也會拍更多的影片 說更多關於拍照 和拍片的東西 讓大家看 希望大家都喜歡 今天先講完講 下次見 拜拜